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我们窥探未来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 也为我们畅想未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科技强国建设有赖于科技创新人才 创新人才培养有赖于教育 三十年后 当我们国家的建设者 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 工程师 企业家 我们的科技强国建设 科技事业的持续发展 民主伟大复兴才会有根本的保证 因此如何培养具有创新潜力的青少年人才 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议题 下面有请 中国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会长 国家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组长 现代教育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 胡卫平教授 他给我们带来的报告是 创新数字及其培养模式 有请 大家掌声有请 谢谢 谢谢郑老师 开的 开的吧 中间的各位 中间的各位老师 各位领导 大家早上好 我用20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交流一个 关于创新素质及培养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我们国家在29生年代开始 就提出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国家 这些年对创新高度重视 特别是到十八街五中全会 我们提出来五大发展理念 把创新作为第一个发展理念 但是创新的关键是在云于创新人才 而创新人才的成长 是要在青少年时期 所以应该说 儿童青少年时期 是人才成长的关键时期 那么怎么样培养儿童青少年的创新素质 创新素质是什么 那么我们通过系统的研究 提出来一个 对儿童青少年来讲 这样一个创新素质的 这样一个结构 它包括了动机 知识的深度理解 批判性思维 当然这里就是说 在亚索的话 一个是动机 一个是知识 知识的观念 第三是思维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那么最关键的就是说 创新思维和创新人格 非常遗憾的是 我们国家在创新 创新人才培养方面 还真是有很长的漏据要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 在创新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上 就是我们叫做 创新的产品设计能力 这个能力 正好是技术创造力最核心的 也就是它决定着 我们国家是不是有关键技术 的一个能力 而这个能力 我们的学生应该说是 持续下降的趋势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 与创新有关的创新人格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一年级到九年级 我们学生的科业负担 一路攀升 但是创新创新人格 是持续下降的 那么同时 我们研究过 学生的核心素颜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核心素颜 特别创新这个素颜上 我们四年级的学生 比八年级的学生要好 就是越培养 我们越没创新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问题 基于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些深度的研究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领域 做了两个方面的研究 一个是 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 到底是怎么成长的 这个规律 我们做了长期的研究 第二件事情是 教学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 我们做了研究 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来谈 这个创新人才 因此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 培养模式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 做了研究 一个是心理特质 一个是它的成长的阶段 还有一个影响机制 这里呢 我只是把一些结果 给大家展示一下 从它的心理特质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 对儿童青少年来讲 五个维度的三十一线 三十一线指标 但是我们可以归结为 创新思维 创新人格 这一个方面 然后可以看到 它的成长规律 成长阶段 那么左边是 国际上比较著名的 四C的 这样一个 一个模型 一个理论 那么右边是 我们这个团队 所做的一个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在儿童青少年时期 永远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很重要的时期 离开儿童青少年 这样一个 miniC和littleC的 这样一个成长 到后边 我们是无法培养 创新人才的 那么我们对 创造新的人才的 成长规律也做过 系统的研究 我们最后呢 总结了这么一个模型 环境因素 教育内容 教师 通过教师的教学行为 直接云显 学生创新数据的发展 这是这个 基本规律的研究 我们需要做深度的研究 所以呢 我们在提 这个教育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就要考虑 到底教育本质是什么 到底 学生成长规律是什么 这个需要去做深度的研究 这是 基于这样一个研究 我们几十年的时间 大概用三十年的时间 我们探索了这么一些模式 第一个模式 这个 这是国际上的 第一个模式 这个我们想 这个就基于这样一个 因素的研究 第一个模式 就环境创始模式 第二个 是教学创新模式 第三个是 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第三个活动课程模式 第四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第五是 创新评价的模式 基于这样一个 第一个环境创始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大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环境 它不仅仅是 一般意义上的那种 课堂的环境 实际上这个环境 从课堂环境 到班级环境 到学校环境 到社会环境 都非常重要 但这个环境 它实际上有物质的一面 和认质的一面 也有文化的一面 和非认质的一面 所以今年我们第二届 思维性教学大会 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模型 系统地请了一些 专家对这个进行的一些论述 那么 比如说 从这个学校的层面 我们做这个 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发展 一直到教室专业发展 再到我们学校的创新指数 我们做了系统的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 学生创造里的发展 是受着学校环境的 影响而影响的 而学校的环境 通过影响教师 来影响学生的学习 最后影响学生的创新 所以这样一个机制 我们用几年的数据 不同的数据 得下的结果完全一模一样 说明我们教育是有规律的 所以学校的环境 会决定一个人的发展的 一个水平 当然 从社会环境来讲 我们国家更缺少 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 缺少一个 适合于创新人才培养的 这样一个社会的生态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 包括应用实践和研究 这个呢 这里放的这些图片 是美国的 这个企业如何支持学校 还有这个大学的教授 研究机构的教授 如何支持学校 这些是他们提供的一些资源 这个我们在国内非常少见的 那我们也做过一个这样的研究 就是大学与中和联合培养 把奖创新人才的研究 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就是通过一年的学习 这个这些孩子们提高非常快 实际上就从研究成果来讲 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经过一年的节假日的学习 他写的硕生论文 当时我们请的所有的答辩专家 写的那个一年的文章 和他的做的成果 所有的专家 基本上省部级以上实验室的 著名专家在所答辩 最后的结果是 基本上 这个一年级的学生 用节假日做的成果 要高于我们一般的 二要大学 这样一个硕士省的水平 比那个水平要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成果是非常 这个对孩子的发展 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个模式 是教学创新模式 我们对教学 必须有深度的理解 深度理解 教学是我们培养学生的主渠道 所以一个孩子 在学校里边 大约80%的时间 在学校度过的 所以如果我们教学 违背教育规律 违背教学规律 可能这个对孩子的负面影响 是非常大的事情 这个呢 那么呢 我们通过很多年的研究 提出来一个教学理论 叫做思维型教学理论 这个基本的核心的思想是 教学的核心是思维 没有学生的积极的思维 是没有办法认证学习的 所有的学习 必须基于思维 就是基于思维 就是只有学会思维 才可能学会求知 才可能学会做人 才可能学会做事 才能学会相处 才能学会创新 不会思考 啥都不会 所以这个思维 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问题 因此林崇德老师 有一个说法就是 在我们的 不论是学生发展核心收养 还是学科核心收养 还是学科能力 最核心的就是思维 离开思维 所有的收养都不存在 所以离开的思维 所有的教学 都是强诚的教学 都是无效的教学 所以我们这个 思维性教育理论和一般的 其他的有点不一样 不仅仅是个工具 而是一种教学思想 这个基于这样一个教学思想 那么我们提出来一个 这个教学总要遵循的 这五个基本原理 凡是违背这五个原理的教学 可能都是不利于孩子发展的 那这个原理的名词 也不是我杜撰的 实际上是国际的 有关学生研究的成果 都指向这五个方面 学生的学习 我们教学的目的 是要促进学生的学习 所以如果说没有学生的学习 那么这个可能就 教学就是失败的 所以这是基于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现在我们谈了很多的是 大家非常热门的一个深度学习 这个关于深层学习 和这深度学习 有很多很多的理解 也有很多很多的指标 但是大家只要理解一个指标 就可以了 就是不是深度的思维 而想如果没有深度的思维 根本就没有深层的学习 现在比如说 最低层的学习 最低层的学习是被动的接受 这可能一抢我们死进院的接受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教学 有可能表面上是 以学生学习为主的 实质上是被动接受的 比如说今天要培养学生什么 请同学们看书 再要说就是书上有答 就是看答 这样一种学习 表面上是学生自主的学习 实际上是被动的接受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种书本直接告诉答 比老师讲课的时候 讲出来答还要差 所以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活动 现在我们包括STEM的活动 现在机器人や3D打印 这种创客 特别热闹 我们的很多公司 投入这样的很大的精力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只重视活动 只重视操作 是产品导向 我认为我们这种活动 不能以产品为导向 现在的产品有两个 一个是做出来一个机器人 一个是参加竞赛 产品需要有 但是我们需要以 人的发展为导向 特别是创新 因为这些活动 离开创新啥都没有 所以如果我们 没有经历过一个过程 仅仅是产品 不能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这是完全有问题的 所以现在大约 百分之八九十的 相近技术的这种 运用到学校的活动 基本上都是 强诚的学习 那我们这种思想 与各种思想不矛盾 现在 五花八门的各种教学心事 非常多 什么木课 什么微课 什么方转课堂 特别特别多 但是 这些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不代表教育的本质 方转课堂 没有好坏之分 它是一种形式 如果违背教学规律的 方转课堂 一定是失败的方转课堂 所以这里 一定要清楚 方转课堂 它不代表本质 那么 国际上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期刊 叫 Computer Education 这在教育技术上 是排第一的一个期刊 它做过一个原分析 就这种类型的课堂 那么有60%左右 对孩子的发展 是有用的 20%左右 是无用的 是没有坏的影响 也没有好的影响 但是20%左右 是对孩子有负面影响的 所以我们国家 实施的方转课堂 大概70% 是对孩子有害的 方转课堂 一定要抓住教学的本质 这是一个 第三个课程改革 我们的课程 当然国际上 推进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 我们国家也在推进 基础教育的改革 但是我们的课程改革 实际上难度很大 我们收到很多的志愿 因此我们需要在学校里边 需要本课程里边来弥补 这样一个缺陷 因为尽管综合化是一个趋势 但是在中国实施综合化 难上加难 这个是涉及到一个 教育生态的问题 这个生态非常困难 要改变起来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需要开发课程 那么这里呢 我们开发的系统的课程 这里有一个 关于课程开发的这个事情呢 这是它适合于任何课程的开发 第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们从横向来讲 是大单元大主题 大概念的这样一个设计 这个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要基于素养境界的设计 但同时我们如果再进一步的 要考虑这个综合交叉的设计 这个就是在科学里边 就是STEM教育 那基于这样一个设计 那么为什么要综合的 这里有很多基础性的研究 综合对孩子的创新有利 所以大家想 在浙江 在我们国家 实施综合理科的自由 浙江 但是浙江的 在科学素养学生的培养上 我只能这样说 不低于北京和上海 这个因为很多结果是保密的 但是我可以这样 保证地说 它的水平不低于北京上海 但是阳格意义上 浙江和北京上海的 这个整个的 这样种发展水平 不应该是一个水平 它的城市化的水平 不应该是一个水平 但是它的水平 不低于北京上海 这个完全证明 这个综合对学生的 对学生的影响 这里还不仅仅是创新的问题 就是学业成绩 也是这个问题 因此 在我们研究的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 这是很多基础性的研究 得出来的 这个结果 这个就是 这个是高创造性的 这个是低创造性的 那这个课程的设计呢 所有课程的设计 我提出来要有一个 三个适合两个中型 第一个适合学生的知识经验 第二适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第三适合学生兴趣特点 那么两中型 一定要中心学生的学习规律 第二 一定要中心在科学领域 要中心 这个科学的内在的逻辑 这两者 不可缺少 那现在我们的课程 几乎没有这个 你比如说 为什么我说 心理技术课 不能在小学一年级开始 机器人的课 不能在小学一年级开始 因为作为一个课程 它要讲基本的原理 如果进一个 课外的一个游戏活动 没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课程 不能 那是不是就不能培训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绝不是那个机器人本身 素养后边 比如说最核心的计算思维 计算思维那就是逻辑 逻辑思维培养的吗 我们很多人连比较分类都不会 所以这里涉及到很多 基于这样一个 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课程 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带过 特别是这个学思维的课程 我们做了二十多年的实验的研究 这个全是部分的 我们有证据的 有一个研究的跟踪 我们跟踪了十年孩子的发展 这个十年的发展 越来孩子发展越来 可以说这个课程经过一年的学习 可以改变学生的几乎所有的素质 这个也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这样一种课程的 深度的研究 基础上的课程设计 和我们仅仅是搭来配 把几个活动拿在一起设计 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每一个活动 是六年的时间 我们才敢去出版 六年的时间 实验六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第三版 这个这是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这边这个是对学生老 大脑的影响 因为这也是在 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的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 一年的时间 可以改变学生大脑 这是这个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到 要做这些事情 必须通过思维 因此我们基于这个 可以整个改变 我们中国的人才培养的体系 所以我们说 我们找到了 力德树人的一个机制问题 所以这个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 基于这样一个思维 然后光传到各种体系里边 各种学科 各种体系里边 这样一个体系 那么教师的发展 学生的发展 教师是关键 所以我们不能 不能不培养教师 但现在我们整个的教师 培养是很有问题的 很有问题的 比如说理论与实践脱节 缺少系统的规划 再比如说基于能力的实践缺乏 再比如说资源缺乏 那这些问题的解决 那我们需要去进行研究 这个是在09年之前 我们做的一些研究 提出来这个模式 那么从10年开始 我们就按这个模式 来进行培养 那么这个培养 在12年的时候 13年 刘利明部长和徐涛思想 去我们实验室视察的时候 就把我们的思想 在2014年在全国推广 在国培计划中 进行推广 当然在推广的时候 不会提我们的名字 用政策的术语 来做的时候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提出来 将里的这个平台 实用的平台 然后我们开发的 系列软件 同时 我们构建了这个模式 我们的模式 是基于思维性教学理论的 是理论指导 案例分析 情景模拟 自主反思和行为反馈 这样的一模式 那么这一套第一个阶段的书 也被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那么最后一个 创新评价 评价是引力 所以在2017年 华东师范大学学包 又有一篇稿 就是到底我们中国的 STEM教育怎么搞 因为我不得不关心这个问题 国家的政策 大概我很多 与科学教育相关的 我都参与 当时我对STEM的 第一个事情 就是从北京 因为当时北京的教委 需要求在中学里面 初中里边 有一个 这个就是学购这个学分 而这个学分的话 允许企业做服务 所以很多企业 几十家企业 都请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企业 看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大 我们企业整个STEM 是以产品为导向 所以评价问题 到底STEM的 这个创科和STEM 最核心的是什么 我们离开的创新 啥都没有 所以我们需要 对 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通过评价 来改变 所以我们将里的这样一些 学生发展核心说呀 教师专业测评 和学校创新指数的 这样一个测评体系 而这个测评体 特别学校的创新指数 应该说 国际上 就我们自己 可能最领向的 一个是我们在做 一个是美国在做 一个澳大利亚在做 大家都在做 但是我们做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这个创新的发展 需要我们有引力 所以我们国家呢 在这些年 从培养什么人 怎么样培养人 谁来培养人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考虑 那培养什么人 党和国家已经提出来了 然后怎么样培养人 和如何培养人 谁来培养人 我们需要去研究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胡贵平教授的这个演讲 我觉得他这个演讲 这个内容非常之深厚 这个非常 面非常宽 那么也是点到了 非常就是科学教育当前 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 那么特别呢 他也提到了一些 教育规律 教育本质 特别是怎么样能够培养创造力 这个从综合的这个角度 然后提出很多这方面的见解 在培养的模式方面的话呢 那么就对于这种环境的创设 教学 创新的模式 教室发展的模式 课程改革和创新 这个评价模式等等方面呢 给大家非常深刻的 这么一个报告 大家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 向胡老师表示衷心感谢 谢谢 这个三十年磨一键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 这个报告 下面我们就有请的 这个我们几位 这个panel的这个speaker 我们一起到台上来就座 我们来一起 这个 这个来进行下一个环节 那么有请 这个我们 董燕尔老师 是这个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授 是教育技术学院的副院长 有请 胡卫平教授 陕一师大教授 这个师刚才已经介绍过 潘春波 这是浙江温州 欧海区外国语学校校长 那么是特级教师 那么下一位是胡秋平 北京教育学院 朝阳分院的基础素质中心的主任 这个信息技术学科的这个名师 那么熊丽是网龙网络公司首级执行官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 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副主任 好 大家以热烈掌声 向他们表示欢迎 好 我们今天园桌会的主题的话呢 是三个题目 然后这三个题目 我现在先给大家这个念一下 念一下之后呢 请每一位这个嘉宾 然后根据他的 对这三个问题的任何一个 或者是其中的综合的 然后来看法 然后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 那么总共时间是三十分钟 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基于各位嘉宾 对当前科技发展和创新态势的认识 那么觉得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这个人才 应该是具有哪些品质或者是能力 那么第二呢 是科学教育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战场 您觉得中国的科学教育 在这场科技创新竞赛中 该发展出什么样的体系和框架 才能更好地承担起 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使命 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展望一下 那么比如说十年以后 那么中国的教育 特别是科学教育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 好吧 那么我们就从我们这边这个董老师开始 我们一个个有请 谢谢郑永和教授的这个 刚才的这个主持 也特别高兴 我刚才这个详细地聆听了这个我们胡伟群教授 他们团队在这些年 他们所做的一些研究的成果 以及呢他们的一些重要的思想 收获很大 我想在座的嘉宾啊 跟我也一样收获很大 那最近呢 其实我跟我的一些团队 或者是一些合作的这个相关的人 我们一直在做什么呢 一直就是也是在做 胡老师刚才提到的STEM教育 STEM教育 那么还有呢 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关注 就是要做科学教育 甚至我在想呢 我在做STEM教育的过程中 中国的STEM教育 因为我们也是从我们说 我们最早是学这个美国的 或者说美国发起了以后 中国呢现在做得很热 中国的STEM教育 其实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现在呢这个情况 所以我在想 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 我们又如何通过做STEM教育 来反思中国的科学教育 反思中国的科学教育 所以在这呢 我在想呢 就是关于未来 我们其实 我们其实还是踏踏实实地在做现在 在做的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STEM教育非常热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的学科教育 尤其我们的物理化学 生物教育 还有呢 我们的学校的一些主课程教育 我们很多的老师 还是在围绕中考 高考 然后每天拼命地 在从事传统的一种 学科教育 所以我在想呢 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因为我们的观念 还停留在一些比较传统的 或者说一些应试的 这个观念的这个角度 那么我自己最近呢 也一直在想呢 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刚才胡老师讲思维发展型 我们的教学 主要的核心 我们要培养学生思维 我们要希望引起学生思考 而且不是浅诚的思考 我们教师的教学 如何促进学生 能够真的引起他的思考 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在想呢 就是我们有太多的时候 我们学生都是在学 但是学完了以后 并没有形成他自己的一种 特定的一些想 或者说并没有产生 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最近呢 有一个观点就是 我们如何在现有的情况下 在现有的教学中 真正的让我们的学生 产生出他自己的想法 学了很多 如果没有产生出 他自己的一个 哪说是动机 或者是想法 或者是对于学习的热情 那我们学生的学呢 有的时候还是停留在 我去完成作业 我去完成任务 所以有的时候 并不是发自他内心的一种 对于学习的热情 对于学习的热情 所以我在想呢 我们的教育 或者我们的教学 要引起我们学生 真的对于学习的一种喜欢 或者对于学习的一种追随 那么呢 他才能一步一步地形成 一个能动的方式 往下继续学 往下继续学 所以我在想呢 比如说再回归到 如果我要展望2030的话 我们能不能展望 2030年的教育 能是每一位家长 不太那么焦虑的教育 因为我们的孩子 如果能喜欢上教育 如果能通过学校的教育 每个孩子找到了一种 喜欢学习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 或许我们的教育 是另外一种状态 还有一个我也在想 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 5G时代的到来 信息的传播的速度 越来越快 每秒钟如果能传10G 20G的话 我们家长是不是会更担心 我们的孩子 会喜欢玩游戏 会喜欢看视频 会不爱学习 所以这是我的一种担心 所以我觉得教育科技的发展 一方面促进我们 便捷的同时 会不会也给我们的教育 带来新的课题 带来新的课题 所以我想呢 我可能先抛这样的一个砖吧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在场有很多的不同的领域 那么我觉得可以 我是觉得让胡老师 先休息一会儿 因为刚才他讲了20分钟 我们先可以下面 我们这个潘校长 您先说好不好 然后一会儿胡老师再总结 胡老师拿过去 感谢我们董教授的风情 也感谢前面胡老师的风情 也谢谢我们主持人 关于这三个问题 我想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这个科学教育 如果从人文角度来想 因为我是在做中小学的教育 是体制内的教育 所以我觉得未来科学教育 从人文角度来讲 有两个核心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社会责任感 另一个是职业情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成长 这个社会责任感 在中小学当中 我们还是要大力提倡的 从高处讲就是利德受人 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讲 就是孩子的一种家国情怀 家国的强烈的意识 因为一个人只有强烈的家国意识 他才有使命 他才能做更多的努力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第二个呢 就是培养孩子的职业情怀 也非常关键 虽然说我们提的 这个科学教育不单单 当然是指社会和技术学科 它更多的就是 科学人文的结合 因此我认为 这个孩子的职业体验 在中学校当中 应该要加以强化 至少说有三个理由 一个培养孩子的这个职业的道德意识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孩子的职业的底线思维 这底线思维还是要的 第二个呢 就是尽可能地把这个职业变成自己的事业 那就成了一种追求 那他就有更多的想法 第三个其实 在培养孩子的职业意识过程当中 孩子们和我们成人都一样 就会学会破题 学会重构 那么重构 首先他肯定先要解构 把它解构掉 然后再重新重构 那么微小的进步 这个肯定也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这是我一个简单的理解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在中小学当中 其实小学里边 更多的就是依托孩子们的活动 你说小学哪有那么多的考试呢 小学当中强化这个活动 可以结合我们国家当前的 综合时间活动课程 这个课程其实是国家课给的亮点 但是在很多地方 就没有把它做好 刚才董老师提到的 这Steam教育 创新教育 在中小学很多地方非常活跃 其实这个把它结合到 国家的综合时间活动课程 它本身就是国家的课程 你把它结合好 孩子们的研究性学习 孩子们的创意物化 职业体验 设计制作 都会得到很好的贯彻 而在初中当中 因为现在体制内 我们中国的初中高中教学 它有个升学的压力 所以我建议初中当中 就是以学科育人为器灵 学科育人当中 包括很多创新的点 比方说学科知识育人 学科技能育人 学科活动育人 学科文化育人 学科思想育人 包括学科生活育人 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这是对刚才郑老师 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得给理解 第二个问题呢 是关于就是未来科学教育 这个框架如何架构 我作为一个多年从事 学校管理的校长 我也在全国创立了一个 乔阿里发行课 作为一个创始人 作为一个乔阿里课程的 创始人和发行课的创始人 我是这么理解的 现在中小学教育当中 这个科学体系的建构 我觉得有四个环节 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学校顶层设计 就是我们平时通俗讲的 这个顶层设计 其实就是学校的 办学的哲学思想的整理 很多人没有去想这个事 我们在观察党的教育方针 这个大政策背景下 这是没错的 但是每个学校孩子的个体 和申请和课程资源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情况下 作为学校的管理者 我们用好大学的资源 所以很多地方都有 高校大学的资源 跟中小学的对接 所以我们当时也邀请董教授 说给我们做一些 简单性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重要 学校的顶层设计 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是解决学校育人目标的问题 这是第一步 必须要清楚 这个清楚了 然后进入第二步 就是学校的课程设计 学校的课程设计 是解决学校的课程目标的问题 如果说学校顶层设计 育人目标是上位的概念 那么学校的课程目标 就是个下位的概念 具体通过课程 来丰富孩子们的 业余的生活和校内的生活 然后再接着第三个环节 就是学科育人 我刚才讲的 就是学科模式的构建 通俗地讲叫学科建模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从学校顶层设计 到课程设计 带造学科建模 其实回到老师的身上去了 那么通过学科建模 比方说在科学学科当中 让孩子们学会发现 善于发现 然后学会研究 学会归纳 学会整理 到最后养成科学探究的精神 这就是需要学科去建模的 那么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形成个环节 从日常的生活现象 回到学生要研究的这些问题 对这些问题进行大量的梳理规程 形成孩子们需要研究的主题 把这些主题变成孩子们研究的观点 那么到了观点这一步 我觉得我们的创新教育就有希望了 把观点逐渐变为孩子们和老师 共同研究的一些理念 最好成为学科的思想 这是我讲的一个架构 那么第三个是关于 这个2030未来教育的畅想 我想就是简单说就是一句话 我觉得再过十年 我们中国的未来教育 应该是一个广域的教育 广阔的国 世域的域 就是更加重视全面发展 更加看待发展的过程 更加去完善 这个人的生命的存在 会是一个新的教育 2030的教育会有一个新的 心情的心 因为它会指敌人的心灵生畜 我觉得还是个暖的教育 会把握人性的所需 这才是我们教育 不单单是科学教育 一个指向和追求 谢谢 好 谢谢 下面有请 好 感谢潘校长 从潘校长他的发言里面 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好的词 就是发泄 其实我作为时讯 因为我负责朝阳区 信息技术类的实讯的工作 信息化的应用研究 做了20年 要让我来理解 表达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让我来理解 就是从如何在体制内 来培养科技创新 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 我觉得一个孩子 从懵懂无知 到充满了对生活 充满了激情 充满了探索 那么到高中毕业 能成长为一个 特别有创造性的人才 我觉得他应该经历几个过程吧 第一个首先 我觉得他应该 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发现问题的眼睛 那么在他整个的体制教学内 那么教师也要有一颗发现 这个孩子特制 和发现他整个探究过程 问题的眼睛 所以我觉得发现 应该是咱们科技创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研究都来源于真问题 这是咱们已经达成了一共识 那么这个真问题出现了 我如何把它创新成一个 有创造力的一个作品也罢 一个发明也罢 这里面需要一个科学的研究的方法 那咱们有很多 已经形成规律性的研究的范式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 需要在整个的教学体制中 给他一个按类 或者是有计划 有持续地加以引导和培养 加以规范 因此我觉得要想让我来体会 就是创新培养 第二个关键词 我觉得是规则 其实很多东西都有规则 咱们看过长安十二时辰吧 把咱们一下子提到了 计算机的本质 编码 其实编码是咱们计算机的 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 有了编码 咱们的文字 才可以用Word文档来编辑 有了编码 咱们的音乐 才可以变成MP3 那么也是因为有了编码 咱们今天所有的发言 会变成视频 像整个的能收到 整个信号的都可以收到和传播 因此编码 是整个计算机发展的基础和命脉 但是如果有效地去利用这个编码 来达成创新 其实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咱们要了解你做的这件事 和我计算机处理事之间的桥梁 就是规则 这个规则往思维上去划分 我觉得第三个关键词是逻辑 其实这个规则 往根上往抽象建模 形成一定的逻辑以后 它就有了一个载体 那么本着这个原则 我觉得就是说 要培养创新型人才 咱们或许应该关注 这种范式的培养 逻辑的培养 规则的培养 这个是我在20年 这种信息技术教学中一个感触 三个关键词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同时我觉得在体制教学中 孩子有它的规律可循 那么作为师训 我一直在琢磨 要给孩子一碗水 老师都有一桶水 那么要让孩子去培养它 那老师怎么能快速成长 为一个科技有科技创新意识的 一个优秀的老师 我觉得在这里 首先创新体验在 一个是科技 一个是创新 它体验在一个心字上 那么作为一名老师 我如何能时刻地去 跟得上这种科技的进步的发展 那么我说一下我们怎么做的吧 因为我比如像我们做时讯 我时刻地关注着整个的行业 整个的社会科技的发展 比如今年我就做了两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是带领我们 潮行区80名信息技术科技老师 走进百度 那么用四天的时间 去学习整个的 他们的人工智能的 无人驾驶的技术 第二 我做了第二个项目 就带领80个科技老师 去走入训飞 那么去体验一下最高前沿的 那个人工智能的语音 是怎么回事 这么学 其实它不是说我为什么非得追心 追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能让你在教学中能把控得了 科技的脉搏 它的界在哪里 我不能胡说 对不对 我的边界在哪里 那么你了解心 其实孩子在心的状态下 他才能够知道更新是什么 我觉得创新 作为老师来说 要紧跟一个时代的脉搏 要做好 及时地做好 知识地更新 我觉得这是咱们教师应该做的 第二个就是要改变 咱们教学的方式方法 那么创新咱们的教学 培养的模式 那么尽量地用 咱们的郑教授 董教授 胡教授 他们得非常有 就是说非常高瞻的 一些创新性的理论 创新性的教学模式 那么去有效地引导孩子 让他越来越创新 他的能力越来越增长 我觉得这个是我失讯的一种感觉吧 其实如果让我幻想 十年以后会什么样 那么从小女子的那种逻辑来说 那我希望就在十年以后 那么我想让想干什么都能达成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人工智能用十年 敞开式的发展 或许 我就是说 它的逻辑 逻辑网络技术 如果发展到咱们的一定程度的话 我觉得就是心想是成 就可以用思维来控制电计算机 我觉得机器人 我觉得可能是最广阔的一个想法吧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 十年以后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应该是 教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融合性存在 它可能会代替一些复杂性的 或者是重复性的一些工作 让咱们的教学变得更智慧 更有情感 我觉得是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胡老师 那么下面有请熊总 熊丽 那个大家尚务好 很高兴我今天能够参赞论讨 而且尤其是刚才听了胡教授前面 二十分钟的分享 我觉得个人也受益匪钱 那今天谈到这个科技创新能力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和在座各位专家 可能有一个不同的身份 就是他们可能更多的关注于孩子学习 孩子成长 在学生时代的培养 那我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 可能我更注重于企业人员的创新能力 和对我们整个产品 或者商业模式的创新各方面 给企业带来影响 因为大家都知道 互联网行业 是一个充满了创新的一个行业 如果你不创新 那事实上你很快就容易被淘汰 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 当我们看待一个创新的人才 他的创新能力最需要具备的要素 我简单认为可能有两个方面会比较重要 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创新思维 也就是说他愿不愿意创新这种意识 对他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呢 是他的创新的方法 其实创新是一件工作 它一样是有方法可循的 如果他既具备了创新的意识 同时又能按照科学的创新的方法 去按照规定的流程去往前走的话 像他在很多产品创新方面 其实都可能做出很好的工作 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中国的企业在80年代初 到20世纪末这一段时间 其实他的创新能力 在全球的排名是非常偏弱的 但是有一点 在那20年过程中 大家会发现 中国企业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强的 中国的孩子 或者说中国的企业家 用他小时候拆闹钟的这种本事 完全地覆盖到 他最终对产品的创新当中去 因为在70年代 60年代出生的人 恐怕多多少少都在家里面 拆过一个闹钟 然后再重新组装起来 虽然组装后 可能有很多零件多余出来 但是让亚洲人的这种 所谓的模仿能力 实际上直接影响了中国企业 从80年代初期 一直走到20世纪末的 这样一种快速地 能够跟随的这种创新能力 但是20世纪以后 不管我们的国家提出2025的人工制造 还是我们本身互联网行业 移动互联网行业 所带来的这种信息传递的速度的增加 信息爆炸 使整个科技的这种发展 大规模提出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对现在企业的科技人才 对企业本身的创新能力 越来越要求越多 但实际上 并不是每个企业 都能拥有最高端的研发人才 并不是每个企业 都能招到98522最优秀的学生 并不是每个企业 都能跟中科院 中国工程院 或者各种高等院校 形成产业联盟 但实际上中国的企业 在自己的自主创新这条路上 一直走得非常艰苦而又成功 其实一定程度上 依靠于所谓的创新设计方法的 一种真正的实践 我也可以举一个 我们企业自己的实际的例子 网络公司1999年成立 我们最早是做网络游戏的 那网络游戏其实一定程度上 很多中国的国内网游公司 大部分都以靠代理为主 而我们公司从 进入这个行业第一天 就靠自主研发开始 那这个例子其实并不足以说明 所谓的创新创造能力 在企业当中如何能够得到培养 但有一个例子 我想其实可以更容易 来证明我所说的 这个创新的思维 和创新的设计方法 其实对一个企业创造 或者说科技人才能够产出 新型产品更重要 就是我们在2009年 针对移动互量的市场 我们研发了一款软件 叫91手机助手 这个软件在2013年的时候 我们通过19亿美金 出售给百度 创造了当时 截止到当时互联网 时代最大的并购案 但是大家知道 91手机助手的一个软件 它的基本功能 只是说 在当时的安卓和iPhone的基础上 能够给大家一个 自由下载软件的一个应用市场 以及由于这个应用市场 所带来的移动分发 但是这款软件 其实是一批 在公司当中 大概只相当于 非九报二二一 可能只是普通大学毕业 两到三年的学生 做出来的 它绝对不是 是北上广深的优秀人才做出来的 它也绝对不是 通过科学研究做出来的 它们只是遵循了一套 所谓的设计方法论 根据当时的移动互联网 刚刚门发的时代开始 所需要的产品需求来做 它们从干型的分析 从竞品的分析 从情景的模拟 到功能列表的拆解 通过六个步骤 完成了这样一个 接近19亿美金的 四年19亿美金的 一个产品的一个生产 从这角度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每个人 其实都有创新的意识和思维 每个人其实都有创新的需求 一定程度上 不管是学校 企业 或者说在每个人成长过程中 其实更多时候 是对于思维的一个激发 和更多的时候 对于工具的使用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其实对人的创新思维的激发 和使用科学的 创新创造的这种设计工具 其实对科技创新的 这个人才的培养 其实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郑教授也提到关于未来 关于我们可能未来教育 或者未来我们会 怎么样去产生一种 真正的科技创新的一种培养 那今天其实谈移动互联网 谈大数据 谈云计算 谈人工智能 其实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这些名词在过去两三年 其实已经被 不管是各种科学研究 还是各种论坛 或者各种媒体报道 已经渲染的 基本上让每个人都能理解 他对未来的整个变化 那我想如果从教育的本质来讲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非常优秀的 我记得我们在90年代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中国毕业的大学生 会被认为全球综合素质 最高的大学生之一 我们很多优秀的毕业生 都出国深造 我们所做的基础教育的 这种研究和基础教育的培训 其实一定程度上 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但是好像很多国家 或者八大国家 对中国学生的一个缺点的诟病 就是我们缺少创新能力 缺少所谓的这种动手能力 缺少所谓的实践能力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是由当时的 中国的教育发展状况所决定 在那个时代 我们提上九年之义务教育 在那个时代 我们希望能够快速地 把整个国内的人口的 这种科学素质 能够得到一定的提升 但今天基本上 每年中国毕业大学生 超过750万 而这750万大学生当中 接近有一半 都能进入研究生教学 或者更高的博士教学 那么我们今天对学生的培养 已经开始拖展到 不管刚才胡教授所分享的时候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新的教学模式 不管是木课 还是翻转课堂等等 还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各种小学 中学 大学 所使用先进的教育方法 这些方法 我相信一定程度上 未来都会由于技术的发展 而带来变更 但事实上大家也理解 在中国今天的教育领域当中 互联网和新技术 对这个行业的影响 其实并不大 我们自己做互联网的人 经常开玩笑说 你看中国的互联网发展 特别厉害 依靠中国的人口红利也罢 依靠我们的创新也罢 今天阿里巴巴又在香港 再次登陆上市 我在上台之前特意看了看 它的股票又涨了百分之六点几 这是一个玩笑话了 因为大家会打开 你今天所有的手机应用当中 会发现 你今天生活 工作 基本上所有的方面 在你的手机当中 都能找到效应的APP 帮助你提高效率 节省时间 但是 在中国唯独有两个领域 相对来讲 互联网和新技术 似乎对它影响并不大 一个就是教育 一个就是医疗 我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所使用的Office 刚才胡老师特意提到 Office的版本 对吧 Word是编码的过程 那么 请问Office最早的版本 是什么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95版本 对吧 95版本 请问我们今天有多少老师 有用Office Word PPT讲课吗 已经24年了 我们今天所谈的技术改革 一定程度上 是我们愿不愿意采用新技术 新的技术 去带动整个科技革命的变化 带动整个创新 因为时间有限 郑老师一直在提醒我 我把话筒交给我们的胡老师 我们跟会议主办的 我们稍微申请个几分钟 请胡老师 然后有一个五分钟左右的发言 好吧 我们各位都发言得非常好 下面有请胡老师 这几分钟 五分钟 可以吧 主题特别好 科技创新能力 未来教育 实际上科技和教育的这样一个关系 是一个互相支持的关系 科技支撑的教育 未来的教育又支撑未来的科技 所以这两个是互相支撑的关系 这关系我觉得特别好 当然这个科技创新能力 如果我觉得最核心还是人 不是物 所以刚才呢 我就人的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但就科学这一块 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缺少一个 因此也就想这个 在这个机会的话呢 真正地呼吁一下我们国家 我们整个的科学教育的生态 远远没有形成 这里我觉得我从我们国家的几个挑战 刚才老师们都是从课程啊 教学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教师啊 以及企业的视角上 来做了一些围观的说明 我想从更大的事业上来说 我们国家的科学教育的问题 那么有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 第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 需求又供给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 这个未来对科技人才的 创新人才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我讲的 学生的创新能力 持续下降的趋势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们未来的科技人才的需求量 非常有挑战 在2015年的PISA项目测试呢 我们是排第十 科学排第十 但这个都不要紧 更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我们不得不引起国家的关注 这就是说 我们的学生 将来想从事科技相关职业的 医院的学生只有16.8% 而美国为什么推动STEM教育 从80年代推动STEM教育 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他们的学生没有认为 他们的学生没有过多地 敢学这个职业 在将来重置这个职业 但是美国的是38% OECD的平均是24.5% 这个事情对我们非常大的挑战 2017年中国科学一个调研 我们只有7.3%的学生 愿意做科学家 我想我们的需求 和供给的矛盾是 越来越会突出 第二个事情就是 我们从大的教育生态来讲 校内校外的整合 这个是不足的 这个我们现在有三个系统 科学院系统 科学系统和教育系统 这三个系统是分立的 大家都要面对儿童青少年 但是有分立的 并且我们的企业 几乎很少有企业 我们看不到一个真正的 支持教育研究教育的企业 我们只能看到的大量的企业 做教育是为了利用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 我刚才做报的那几张图 那是从美国拍来的图 一个学校拍来的 这个科研对教学的促进 这是不够的 我们大概没有科学研究 教育 科学教育的非常缺乏 我曾经在第十届 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我两届人大代表 我给自然科学基金会 写了一个建议 自然科学基金会同志 给我打电话 他竟然不知道什么叫科学教育 但是美国各个全世界 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 自然科学基金里边 一定有科学教育的专项 但现在我们列的F0701 实际上还是技术导向的 我觉得我没有科学教育 我们科技人才的培养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几乎没有投入的 所以这个分科与综合的关系问题 所有的研究都证明 综合科学 综合理科对孩子的发展是特别好的 但是在我们中国实时非常难的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在初中阶段 还有个教师和学生的 学科的支撑不够 我觉得北师大呢 在明天要成立 那个科学教育研究院 给我们带着一个非常好的头 我觉得北师大应该带着个头 因为只有北师大带头 别的地方才能会效仿 但是我们的学科是极端不够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这样一个教室队伍 是一个什么象征呢 教室队伍特别热 学校特别热中于STEM 但是科学教育作为复刻 所以这个问题是特别厉害的问题 保守的说 我们做过深度的几次调查 保守的说 最保守的说 70%的小学科学教师 是非理工科的 这样的非常可怕 培养学是非常可怕的 还有政策与经费的支持缺少 我想我们如果这些问题没解决 我们的人才培养就会有问题 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就会有问题 我们的关键技术也会有问题 我们的科学更有问题 不仅仅我们需要工程 我们更需要关键技术 来改变我们的 从零到一的 这样一个真正的创新 这是我想从这个 需要教育生态 至于这个未来的教育 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技术可以促进教育 但是技术可以改变什么 我在想技术可以 使得我们对人才的需求的目标 会有所改变 第二 我们的环境会有所改变 第三 技术可以改变我们的 这样一个资源 可以增加资源 但是技术不能改变的是什么 不能改变的是学习的本质 不能改变的是学习的规律 而我们恰恰现在 都在围绕着那些外围的在转 互视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规律 和我们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一大问题 2012年刘延东同志 到我们实验室视察的时候 我就提了一个词 我说我们不能用互联网加教育 应该是用教育加互联网 为什么呢 我们应该是用教育思想 引领技术如何应允教育 现在不要想到违背教育思想 能够改变教育 我觉得我们教育信息化2.0 提出来说我们融合 这个深度融合已经过去了 现在到创新发展了 实际上远远没有融合 我们懂教学的人远远没融合 所以我不能提出一些新的名词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我们整个的教育是 一个是新 一个是多 新 名词新 环境新 然后我们的技术新 多 会议多 模式多 然后企业多 但是我们需要深 第一个深度的研究 第二个深度的学习 第三个深度的理解 教育的本质 那么需要慢 我们需要一个过程 过程慢下来 教育慢下来 教学慢下来 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 教育需要慢下来 我们的教学也需要慢下来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 这个精彩的总结 那个各位专家 对于这个我们的教育的学生啊 他的创新的品质 对于我们怎么样来进行 这个有创新性的教育 以及对未来都做出很好的展望 特别是这个 最后我们胡老师的话呢 对这个总体的这个 科学教育的状况啊 给了这么几点 这个非常深刻的分析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对我们工作啊 其实对各位都有 非常非常大的启发 给各位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教育的规律是什么 刚才胡老师还提了一个什么 这个下门回去之后 我们再继续学习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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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